我們非常感謝所有防疫人員全國同胞一起努力 讓會員的疫情獲得相當程度的控制 但一點也不敢放鬆 所以我們在得到國外有幫捐助的疫苗 同時購買的疫苗部分進口後 我們覺得更應該進一步對於有工作上 第一類會接觸民眾等的人員擴大加強施打疫苗 就好像在高候選地區的保姆 就好像在第一線這麼辛苦的郵差 就好像在我們相關的快遞人員 或者計程車司機等等 我們看到有很多還有必要的人員 我們都覺得都應該趕快給予加強保護 當台灣有口罩生產能力的時候 我們曾經對有幫及需要的國家送出口罩 得到很大的感謝跟回饋 現在當我們需要疫苗的時候 日本美國很慷慨的及時餘給我們口罩幫忙 我們國人同胞非常的感謝 自動自發都用各種行動語言表示感謝 這也是蔡總統領導國家及做好外交所得到 非常大的肯定如有極少部分人用二賭的言詞 頭恨的語言所講的話 並不能代表各政黨主要的意見 因為各政黨也都表示對捐助我們疫苗國家的感謝 所以希望極少數個人不要做不相對稱 不符合台灣人民善意善良的花言 我們委會成主委非常積極的和所有重要的大型的 有關的相關物產的大型配銷中心 我們都非常認真的做各方面的防疫措施及要求 中央對於北龍發生事情後 基於我們過去不逃事件 或者最近苗栗的今年電子場 我們都直接派駐前進指揮所 很快的也都獲得非常好的控制 但是我們希望台北市政府、雙北市政府及地方政府都要中央地方一起合作 才能做好防疫 今天早上行政院召開擴大防疫會議 我們有會整各縣市政府的意見 以及各部會的意見 大家都對於防疫雖然趨於穩定 但是都一點都不能掉以輕心 所以這要由專家會議 指揮中心做審慎評估後 跟國人同胞報告 還是要感謝國人同胞的合作 大家一定要堅持做好 指揮中心所要求的 相關防衛措施 才能走到這一步 也才能盡快的解封 如果沒有達到安全的條件 也不能過快解封 外國也有過快解封 以至於疫情再起 這樣就晚會了 這段時間的忍耐 好好的